大家好,我是來自Green Starter的陳思瑜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循環作用 大家聽到這四日子,會不會覺得很密身很疑惑 好像這個表情一樣呢? 其實循環作用沒有我們想中那麼複雜的 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我今天就來講一下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回收 回收有很多種類的 不過主要就是啡色、黃色、藍色 分別是膠瓶、鋁罐和廢紙 這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是經常見到的 其實我留意了很久了 我們學校的垃圾桶都有很多這三樣物品 可能是大家都覺得回收不太方便 所以都放了垃圾桶 所以我們其實每班都可以用環保紙 自己製作一些回收箱 放在那個貨室,可以讓大家更方便 而環保紙呢,就是指些可能計數用完的酸草紙 或者其他不用的紙 這樣呢,都可以令大家更有參與感 覺得自己製作了一個環保箱 也會好好利用它 也都可以投票 雲出大家認為最可靠的人 加入環保小仙峰 提醒各位同學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個人方面廢物利用 大家看看左邊這幅圖畫 是不是覺得是一些很美味的薯條 其實它已經被我改掉了成紙物袋 裡面可以放一些文件 紙張之類的東西 它裡面的空間其實很大 就算放幾張A4紙 甚至幾半功課都沒有問題 而這個東西呢,就是磁石 它代替了拉鍵的功能 但是磁石其實不是我特意買回來的 之前我有一個耳機盒 它的外包裝就附有磁石 方便展示它的物品 我就發現了 就把它剪了下來 造成這個環保袋 這條繩就是我自己找到的 就可以令本來三個廢物 三個會被我們放下垃圾桶的東西 變得更有意義 希望各位同學聽著我的影片 都可以一起參加我的環保大行動 注意回收或者自己的廢物利用 一起保護地球 保衛我們自己的家園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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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